先前才刚刚过完万圣节 接着大家期待的就是感恩节跟耶诞节也准备 要好好大肆购物一番 但是等到12月可能东西都挑的差不多了 选择并不是太多 因此11月有哪一些划算的东西值得购买呢 一起来看看 根据每日财经报道 11月是美国一年当中最大规模的购物季 有哪些商品在11月份推出的促销则游会呢 我们整理出一份常用的商品 11月份是购买新款电视的好时机 高清晰电视会从本月份开始 到12月份会进行大幅度的打折销售 休闲娱乐部分 黑色星期五触相识 影碟和蓝光影片的单价一般会低于2到3美元 所以可以在这个时候购买 提前为圣诞礼物做准备 Halloween星期商品 Halloween一结束 各商家马上就会开始清窗 比如Halloween服装通常会打5折 工具 厨具 居家用品 服装 11月份是购买钻头 板手 螺丝刀等各式工具的黄金月 另外像是吸尘器 大大小小的用具 家具 冬季衣裤等 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 都会有一年来最优惠的价格 而且优惠会一直持续到1月份 印记产品 各种食品日 肉类 进入冬季 为了准备节日大餐 通常需要很多的肉类 比如说火鸡 鹅肉等 虽然需求量很大 但一般在这个时候肉类都会有折扣 所以现在可以一种肉类买两份 一份感恩节用 另一份冻起来留着12月份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